好 那么方琳这个妈妈 现在跟你 你有没有早上常谈 不太习惯 不习惯 对 我反而跟我 那个当老师的伯母 我比较会谈话 我有什么心事 有时候会告诉他 真的 因为我伯母比较 因为他书读的比较多 我妈才国中毕业 那我妈是一个 也不会看报纸 也不会看电视 当然我会看连续剧 然后我伯母书读的比较 我觉得他比较有智慧 所以我有什么 我工作上的问题 或是我有心事 我会告诉我伯母 因为我觉得 伯母就像我的老师一样 你今天这样讲 妈妈会不会看他 他应该不会吧 因为我们家没有 应该看不到新闻 哇哇哇的电视 真的喔 对 为什么 因为我们爸妈的电视 有线电视吗 有 他是中华电视那一种 MOD 对对对 然后可能会别人会打电话 来告诉他 你女儿在讲你的故事了 是这样子 对 那请教一下翠芬 这个跟他跟妈妈之间的关系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我觉得他的梳理来自于不认同 谁不认同谁 两个都不认同 就譬如说他妈妈没有认同他的兴趣 然后没有认同他觉得重要的事情 读书啊 去就是追星啊 弹钢琴啊 这种兴趣方面的 但他也不认同妈妈 就是不认同妈妈的观点 或是不认同妈妈替他的安排 所以他比较认同的是他那个伯母 但是认同对孩子成长很重要 因为认同才有归属 才会有归属感 我们才会觉得我们是一起的 我们是一 所以自卑感啊 有时候也是来自于不被认同 因为我在这个大家庭 因为他的家庭很 他们的大家庭很大 那总要找到自己的位置吧 那我觉得可能从小到大 看着妈妈的那个爸爸的状况 那我觉得他一直在那个大家庭中 没有找到自己的归属 然后你的妈妈是很辛苦的 所以他要你走的路 通常也会很辛苦 可是你看他喜欢的是 凤飞飞 然后他是艺术特质的 可是他妈妈可能是苦力型的 所以妈妈一直会把他 往苦力的方向引导 可是他要走的是一个艺术的 人互动的 然后可以发光发亮的 妈妈一直把他往 另外一个方向拖 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 真正的议题在于彼此都不认同 所以如果要有的话 要有一点原谅的力量 要看到像刚刚我就有感觉 郑大哥一直引导 方宁一直来看 妈妈为你做了什么 妈妈为你付出了什么 他把最珍贵的给你了 我有感觉到我们都很希望说 也许你可以看到 妈妈给你的是最珍贵的 因为在那个匮乏的家庭中 最没有的就是金钱 而他在金钱的这个最匮乏的 他把他最珍贵的其实都给了你 没有错 我的感受就是说 没人出事就能做白负的 他用尽所有他能懂的方法爱你 但是你还是不认同 这样 所以这个部分 比方说怎么打骂 怎么骂你白痴 他能做的方法就只有这样而已 没有办法再苛责 但是你看他你需要钱 他还是帮你忙 对 因为其实我在2013年开始 我第一次的 凤姐刚离开的第一周年 那时候我就觉得 我很喜欢唱凤姐的歌 然后我就跟她借了25万 办了一个很简单的纪念音乐会 开始2014年 我自己就标了两个会 然后一路以来 其实我刚刚说 我那个时候 我那时候早期在助唱 我一个月才三千块左右 我用Mary Juzica 就是直到我魔王比赛之后 后期接了商演 我把之前的债全部都还了 然后还了之后 我开始办演唱会 有 开始又累积了 因为办演唱会很烧钱 可是我堂姐 我这个堂姐 老师的堂姐常常在骂我 你为什么那么爱办演唱会 你办演唱会赚钱吗 可是我说那是我的梦想 那是我小时候的梦想 所以他们都无法理解 你为什么那么爱办 我常跟他们分享 你跟凤飞飞比较亲还是跟妈妈 凤飞飞 可能是吧 我在听她的歌的时候 我虽然跟凤姐不是家人 可是我觉得 有时候听到凤姐 我会觉得好像 那种感觉很深厚 但是从小陪伴到我长大 包含只要听到大哥 现在回味到他某首歌 《眼泪就为了》哪一首 《我是一片云》 这首歌我觉得那个意境 自在又潇洒 我觉得人 生活在人世间 自在又潇洒 是不是 深水 魂梦飞 他来 求牵挂 是不是很厉害 好厉害喔 真的是凤飞飞 带刺耶 上身耶 很符合我们的 你起雞皮疙瘩 对 真的是凤 我是一片云之外 还喜欢唱什么歌 我好喜欢 你这个好像是有变调喔 它有两首 A B两版 还有一首是 我是一片云 天空是我家 朝阴时日深 暮送西阳下 我是一片云 自在又潇洒 山水 魂梦飞 他来 求牵挂 厉害 厉害 我这另外一个发声 我感觉我们现在好像来 来参加演唱会一样 太棒了 谢谢爱唱歌 除了我是一片云之外 还有喜欢唱什么 我很喜欢他一首 夏日假期玫瑰花 这首是左宏元老师 当年他的名字叫谷月 跟另外应该是琼瑶 应该不是琼瑶写的 这首歌我非常喜欢 它是甜妞 秦祥玲 林凤娇 演了一部电影 那首歌 因为它是高低起伏很多 我觉得它转移很多 中间 我要我要 我要我要 爱的花 开不了 我要我要 我要我要 天不花 地不老 你拼命的嘴 我拼命的跑 夏日玫瑰花 开了 突然Cue这首歌 鸡皮疙瘩耶 感觉真的凤菲菲来了 差一点也快记不出歌词了 好厉害喔 你秦祥玲 林凤娇知道吗 不知道 那个LALA的年代 我知道 LALA不知道 不知道 可是我看那个方琳姐 唱歌很像 很同心未明的感觉 她唱歌跟刚刚在讲故事 完全是不同的人 我就觉得她很活在自己世界 非常的开心 凤菲菲知道吗 我知道 就是戴一个大帽子的 然后感谢你 这样吗 凤菲菲走那一天 你是不是很痛苦 非常难 我记得那个时候刚好 我接到一个在我铸唱的 电话 客人的电话 她说 你的凤姐走了耶 我说 我说你骗人那个是 威尼休斯顿离开 不是她 她说你现在打开电视 结果一打开 刚好律师在开记者会 哇 那个 整个人已经忍不住就溃题了 然后就开始看到 凤姐的消息 然后我马上我还不相信 我马上就打了电话 给一个很资深的凤鸣 我说 凤姐真的走了吗 她说我们也不知道啊 因为完全没有人知道 所以后来哭了大概三天 是 是 好 新闻娃娃娃 有YouTube频道咯 请大家搜寻 新闻娃娃娃 或者扫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订阅钮 开启小铃铛 请大家继续分享